原标题 在西奈半岛打击极端武装的视拍视频 数上图 一枚从无人机上发射的导弹直接打包了一辆高速行进中的车辆 精度令人叹复 被导弹击中前这辆车周围还有多名极端武装分子四三而逃 虽然埃及没有对外说明出动的无人机型号 但埃及空军目前只有从中国采购的翼龙埃武装无人机 能够执行对地打击任务 而且从视频中特殊的十字光标 也可以确认出动的正是一龙二 埃及空军翼龙无人机机会地面车辆 2017年3月 埃及空军出动一龙 I武装无人机在西奈半岛打击极端武装 师也曾成功机会过一辆行进中的皮卡 但是当时这辆皮卡是刚启动准备逃离 车速较低 如今翼龙无人机命中高速行进中的车辆 无疑是用实战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给中国军工长了脸 毕竟目前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的武装无人机 做到了在实战中发射导弹命中高速行进中车辆 2017年埃及空军翼龙发射导弹命中ISP卡埃及于2015年 开始从中国接触翼龙I武装无人机 同时还引进了中国ASM209无人机技术 在本土生产该型无人机 除了埃及外采购中国伊龙I无人机的国家还有很多 比如沙特 阿联球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但有的最顺手的还是埃及 实战表现非常强颜 不过留意的是埃及之后就接连采购了中国彩虹复苏和彩虹五大型武装无人机 成了彩虹五无人机的第一个客户应该是埃及对伊龙I的作战效能不满 毕竟伊龙I只能挂两枚导弹 众所周知 伊龙系列和彩虹系列无人机是中国最畅销的大型武装无人机 几乎垄断了世界大型武装无人机市场所占市场份额超过85% 中国无人机取得的出口成绩令许多美国公司都焰红不已 甚至有美国防务公司高层在面对媒体采访 实质言白宫限制美国企业对外销售武装无人机的政策十分愚蠢 如今大型有人战机价格和使用成本越来越高 令许多国家无力承受而造价低 制空时间场作战效能并不差太多的武装无人机越来越受欢迎 未来中国伊龙和彩虹系列必然还会获得更多订单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